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到我们《芒香早晨》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10月13日,首先有社长雷汶王 大家好 纽西兰,以德台仰 大家好,各位早晨 我现在参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未按订阅的,记得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向部 三台晒冷气那里点赞、分享和订阅 谢谢大家 好了,这一节就要讲讲 有一条小伙子,读了几年大学,公开大学 读了六年 终于毕业 还在20月20日,每天吃黄之当那位黄之锋 越来越肥那位 今天看到他前面读书,读了六年毕业 还要兴奋,说自己很厉害 拿起一张纸,我毕业呢,这样讲 有什么值得庆贺呢? 多期间,蹲过三次监 这个监狱上客 人生就这么精彩了 精彩了三次 平均每两年就精彩一次 我们绝对不希望这么精彩 我们是一个平凡人,绝对不精彩 这位精彩人王之锋 他说,我2014年入学,历尽波折 停学过这么多年 还要在这个黎之锋修学所里应付考试 真是,读了几年的顺利毕业 完成了一个心愿 他叫什么学位? 叫做社会科学学士 政治及公共行政科程 二级一等荣誉,二级一等荣誉,二级一等荣誉 二级一等荣誉,二级一等荣誉 老实说,他都算高分那班 政治为智业的人,当然有空 你想想,他现在没东西干嘛 有什么干嘛 一个没东西干嘛 以前都说,让他遥控着欧诺天 他没东西干嘛 他没东西干嘛 他没东西干嘛,他都可以买到楼买到车 人家没东西干嘛,你想买什么都难 还可以每天去吃,吃得越来越健碩 人家就去抗议城,他就上山放狗 被人骂 还可以去五星级大酒店 真是在房间开开心心 直王之当 为了庆祝他自己 当然,他有件事很重要的 不可以被人知道 要玩平衡 这头他这么开心 被人数回他,这些是不行的 要做些事情 告诉人家我有做事 要不然 怎样可以 没人再去Patreon 有件事是假扮做事 他今天又做了 先那轮就搭上朱凯迪 走去吃盐田十二的人血饭头 我们都说过 硬屈说 那个飞机 天天经过那里 突然经过那里 跟中国的海巡船一起去捉人 这么神经的事都说出了 大家可以听 社长那字呼吁 假扮他们所扮的飞机呼吁 你们不要过来 不要过去了 他今天就更进一步 竟然他说 我已经在Facebook那里踢爆了 他说 盐田老豆允仔 我踢爆了你 扣盐田十二手足的公安文警名单 就是将这个 好像 就是怎么样呢 将这个荔枝国看守所 当时困他那些人 那些阿sir的名字和样子都弄出来 就放在Facebook那里 他是这么说的 我已经掌握了盐田看守所 和公安执法员人员的名单 经过年日的资料搜集 现在将我的名字 照片 和联络方式传授公开 有多难呢 对于十二个手足 被秘密扣押五十天 你都知道他是哪里被秘密扣押 你都瘋了 极有可能遭到严刑敲问迫供 现在都是音信全无 家属委派的律师 仍然未能和当事人会面 他们必然要赴上传策 这么说 然后他一定是买小强 即使承受国安公署追究的风险 我已经和伙伴们 花上不少时间的精力 公开这份名单 但是我仍然希望 揭而不死地 继续在公共领域 有贡献几身 我们现在距离 这个中国政府 他不是叫中国政府的 撤局送中的真相越来越近 就不能够就此停报 明查暗房的偵查工作 继续需要资源 所以大家 请支持订阅我的Patreon 下面一句 无议席无选举 无议会 不代表没什么做 这么说 你真是没什么做 于是之后 就将 这个深圳公安局 和盐田分局 那些什么局长 副局长 组党成员 公安局长 党委书记的名字 全部放在Facebook那里 告诉人 我做了事了 这样说 民警的样子 看守所民警的样子都弄出来 然后将盐田区人民市政府的电话 有多难找呢 地址 有多难找呢 既然你都找到了 何来秘密监禁呢 是不是 盐田看守所地址电话 你都知道在哪里的秘密监禁 你真是厉害了 弄出来 他这样做 就是想用黑暴用开的手法 网上欺凌 是的 之前记得 虽然很多人还记得 黑暴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 很多警察的个人资料 甚至乎家属的照片都放了上网出来 现在他这个人又做了同样的事 那你放上网又怎样呢 你是不是 意思就是叫人认住他们呢 将来有机会找他们算账呢 私人底下找他们算账呢 我觉得他是希望 在那里找一些手足处抓了别人 是吗 你说是欺凌他家人呢 是的 找他住在哪里呢 然后就骂他们 是不是做了这种事呢 但是他自己也不会去做啊 他是希望 这样放些个人资料上网呢 就希望引人去帮他做 基本上不是个人资料啊 这个不过是 这个公安资料应该说 他找到那张照片 加个中文名而已 我相信如果要找呢 是可以找到的 即是深圳延田 我现在上网找一下 深圳延田公安分局 他有了地址电话在那里 那如果你要找他 的人员名单都应该要 如果再仔细点找呢 是可以找到的 加上张照片 即是你要找一个派出所 那里面的人那个样子 如果你是仔细找是找到的 他现在整个这样的东西出来 其实好像 很快找到很容易找到的 即是说 我多难啊 我终于找到他们了 大家看看他们是否害怕 我起到他们底啊 他只是告诉你 那个人的名字 和那张照片 并没有说到别人住在哪里 其实他这样 分分钟随时害死他里面 是在帮他做事的那些手足的 我不是开玩笑的 那些人啊 中国政府一见到 咦 为什么我们民警那些 那么容易被人找到的 是不是有什么 那查一查就查回那些人出来 即可能他有人在那些 盐田人民政府那里 我看见过他现在所有那些 全部都是那些人的照片而已 有个叫李小龙 有个叫姚炳软 那有什么呢 有些连照片都没有 就这么得名 你说死了吗 有个叫刘天华 叫独道专员 谢天华我懂 刘天华我不懂 是啦 刘德华我都懂 没有照片的 就这么得名而已 人家再大观点的 就会有个照片 譬如说 消防大队队长 那有多难呢 深圳市公安组消防大队队长 如果你上网一定找到 我不是开玩笑 他在网上找到人家的照片 就写了别人的照片 找不到的 就写了个名字 在那里吓鬼 很认真地说 就是中国有这么多人 同名同姓 你怎么知道 哪一个是对的 哪一个是错的 其实很认真的 大把人同名同姓 大把 你怎么可能说 我找到个名字 接着对到照片 就说是那个人 根本很有可能 是点错相的 他们这班人 不可能的 就是这个是 他们那班人 自己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对不起 应该这么说 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是明知是错的 都要乱搞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精准一点的说法就是 他们不会理对错的 总之就 放些东西出来 就是好像 某些群组 放那些被人炒的那些老师 或者被人警告的那些老师的样子出来 那些东西就没做了 就是香港是有 香港是有私隐条例的 其实内地也不是没有私隐的 尤其是你低级那些人 那些官员 你拿人的样子 根本都可能不是那个人来的 很多时候 点错相 我都有可能的 这个王之锋 正混蛋 你怎么可能乱搞的 就是我自己认为就是 拿出来这份东西 假的程度是很高的 还有点错相 害到无辜的人呢 可能性是极高 极高的 是的 就是你不要害到无辜的人 就算你认为 那些是冤有头债有主的 都好 但是你不要点错相的嘛 阿之锋 你是不是坐在家里 就可以确认那些人是那个人呀 阿王之锋 他现在就是这样了 坐在家里可以指点江山 你不要忘记他最紧要的一句 刚才我复述最紧要的一句 我们这个搜查他们要钱的 他那句我们搜查要钱的 当我们距离这个真相越来越近 不能够就此停报 明查暗房侵查居住 是需要资源 还望各位支持订阅 他们订阅要付钱 我们订阅不用钱 所以很划算的 就是我们 邦向正向浪冷气 全部订阅都是免费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 就不要订黄之锋那个 黄之锋那个要收钱 那个Patreon Patreon订阅是要收钱的 不要搞错 你开Patreon那些伙子 是啊 都是为了钱的 如果不是为了钱 你为什么开Patreon呢 是不是 骗钱在这帮伙子 做乞业做到这么坏 做乞业 什么人来的 我都想开 对不起 我都很乞业 我这个Raymond Wong 我都要承认 我是很乞业的 我都很想开 因为 其实有些人 觉得 其实我们有些兄弟都不知道 那个压力是多大 不开的压力是更大 因为你不开的话 就破坏行规的嘛 人人都开你不开 就是人人做乞业你不做 我讲回为什么 我极之反感的 就是开Patreon Patreon 是给一些 有做艺术创作的人士 有个平台 可以将他们的创作作品 放上网 跟资深人交流一下 本意是这样的 但是这帮人不是嘛 他们就发疯了 或者将一些 拿到欺凌人的资料 放上去 拿来收钱 你根本就是违反 Patreon的本意的 所以我就看到 这些乞业 就很火灌 就是这样的 你现在坐在这里 和他一起做节目 也有人想做乞业 哈哈哈 不过得不到 大家都同意 哈哈哈 这一件事 我很费力的 我很弹性的 如果所有兄弟都肯 愿意开 我也没问题的 哈哈哈 但是现在我们会抵受 很无形的压力 因为越来越多人开这个 你破坏了行规 人人开你不开的时候 你破坏了行规 就会有什么针对的 这个行规 没有明文规定的嘛 是不是 行规就是要 做网台行规 有几条的 一条 就要狂插林郑 插到林郑的飞起就可以了 第二条 就要QR Code 收钱Patreon 这两条行规 其实三条 就是QR Code Pizza这么大 QR Code 对啊 这个是第二条行规 我们两条没做 现在新的第三条 就是开Patreon 又没开 你说死了 三年还 大三元中了 你说我们会不会被人继续攻击 当然会了 我预认了的啦 老实说 开了Patreon 就要说一些我不想说的东西 真是 老实说 我不是这么喜欢的啦 不是的 如果我们做一些跟Patreon的本意有关的 比如拍一些很精致的特册 或者做一些不同的艺术创作 放上Patreon卖 我觉得就合理一些啦 我觉得要跟Patreon的本意 就不要借他的平台骗饭吃啦 我现在就这样看黄之锋所做的事 他找那些人的照片 我相信如果有心去找 都会找到的 以现在中国的公开程度 你要找个深圳公安局局长的样子 都不会很难 不会很难 但是很容易点错上 其实就是因为同名同姓的人太多 点错上的机率太多 比如说 深圳市盐田看守所的副所长的名字 他没有上的 就这样叫黄小明 喂 中国有很多个黄小明的啊 小明上广州 是啊 哈哈哈哈 下次要唱一下 下次拿个卡啦 OK咪来唱一下小明上广州 是啊 有多难啊 有个人的名字叫李冰 是这个分区党委委员 副局长 大件事就是那张照片 是有戴着面罩的 那就大件事了 一出界 李冰 他找那些手足可能想劫发墙 说我们去做什么了 那时候李冰 一转转头 个个戴着口罩 不理了 就来了 即是 王之锋做了这些东西 假扮做事 就说我起到他们底了 很噁心啊 你这个人 是吧 没有议席 没有选举 没有议会 不代表没有工作 当然啦 你做一些 假扮做事的事 吃你的王之当啦 真是 但是最趋长的就是 他下面留言的那些人 有五百多个人留言 这么多啊 是啊 哇 很害怕的 那他说什么呢 他说什么才是重点 那些人说 欣赏你的勇敢 但是担心你的安全 神经病的 不用担心 香港那么安全 就是啦 还说感谢之风 有个人说得对了 你分享资料有什么用 等人做事 等自己收货金 为什么不直接上去救人 这么有趣 这些串句 哇 这位兄弟说得对了 你这样叫他们 我们跟他们没关 没关 我们跟他们都没关 我们跟这位网友 台阳你不要害我们 我们就要开patreon 我真的要你问责 要用你的名字开patreon 好好好 总之一定是说没关 就是你跟资峰 在资峰那些什么 那些facebook post上面留言 那里不是我兄弟来的 首先说明先 现在犯法可能 一时口误而已 我们一时口误是不清的 所以千万不要 你这么以为 这么都撿到我们手照啊 没那么容易 因为我个人就比较友善的 是男人都叫兄弟 是女人都叫 是朋友都叫兄弟的 一时口误而已 不要这样捉我 好 不捉你 不捉你 好了 我们继续说 有个人就说 李之峰你很厉害啊 如果还有就继续来 结果有个人刺爆他了 政府网页上公开的资料 这么说 真是 有个人说 你很厉害啊 但是又叫人货金 和这些资料 在大陆是公开的 这么说 所有的公安局 场上都有这些资料 人员上面 和资历都有齐的 这么说 其实 如果他这样说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 黄之峰 他弄了这些资料 其实就是害了 在上面和他有联系的人 他出卖手足 因为譬如说 在内地的公安局的墙上 有个人是经过 特意走入公安局 看一看 暗中拍两张照片 抄下给他 如果当他进去做这些资料 有个CCTV看到那人 那人就会被人捉 他为了拼自己 说假装做事 慶祝他不业假装做事 就把这些公开资料 当作是自己的功劳 让别人去找他课金 是很可惡的 非常可耻 可以说是 有些人 有些人真的找到 放了上去 就是这个深圳市公安局 及其盐田分局的人的名字 全部是可以找到的 其实是不难找的 有些人骂了出来 意思就是他将一些公开资料 自己再转发 就说自己找到 就是这样 他也挺无聊的 其实你找到别人的名字 干什么呢 你找到没用的 我意思是 你找到他 那代表什么 你想找人撕掉这些人 我找到你这些人 我那些手足会上去对付你 你帅田公安局的人 你害怕吗 起你底下 知道你住在哪里 然后改了你的信用号码 连你支付宝那些东西 我都搞了 你害怕吗 其实是没用的 其实说来说去 他搞这些东西就是 告诉别人 我们接近的真相 但我们需要资源 麻烦你去我的Patreon 你老板 是不是你今天兴祝毕业世大了 所以现在要想些东西出来做 让别人去Patreon 让你去找数 还是你有哪一条数未找清 真的 这些人是极其可乎 我都不懂得说 其实非常可乎 另外有一些人 昨天有些人登上了狮子山 射了十二度雷射光 他现在就引述人家说什么 就说有一个香港民主女神团队 登上了狮子山 上次那个烂了民主女神 之前有个脚脱了出来的那个 有个团队登上了狮子山 在那射激光 他又分享别人这些东西 王家宜就等于火 火加哥就等于我 我与哥再加上你 温度将提高更多 他应该唱完这个 激光钟的 其实现在这些人越搞越不堪 没有东西就找东西 他现在想煲起这个盐田十二 盐田十二的人 想煲起这件事 等人再出来 但是他觉得 死了 好像越来越沉 我想做代理人 吃饭 吃饭 都没得吃了 怎么办呢 就说经过连日来 资料搜集 把别人的名字 联络方式传数公开 这个很厉害 这样叫起人底 然后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同名同姓的人太多 根本很多不是真的 都有可能不是真的 但是他又当是真的 还要唱我的功劳 放心啦 这么大个人 成年其实 都做了这么小学鸡的事 这么大个人 都好像 成个小孩 没什么 你留意他那句 其实他很介意的 没有议会 他那句 没有议会 没有选举 没有议席 没有议会 说 没有选举 不代表没什么 其实表达了他心里的恐惧 我以政治为之业 但是我这世上都没有议席 选举 没有议会 议会又更加没有议席 就是我会没有事做 但是我要告诉别人 我现在有事做 他有什么做 他有天就上网 去分享 不三不四的事 或者是暖辑24的事 不是啊 做推销 天天就吃着一个王 他大渣哥 哎 做个王之当丽 先拍张照 就赞助嘛 你赞助 赞助是不是有几皮 一个月 是不是可以做明星 不是啊 这个人 哎 这个人 都不太明白 他再这样搞下去 他究竟是想怎样呢 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将来 有啊 他肯定有想过 他肯定有想过他的将来 将来就是继续做正棍 继续做正棍 你正棍始终都是 是不是可以长做长有呢 现在可能是的 因为他其实他不断制造盲目的 其实就是我们就飞掉盲目 他就制造盲目的 就是我们飞掉盲目 那些盲目都去了他那里 是不是这样 某些是 某些是 不是全部的 就是我们飞掉了某部分 有些盲目都是飞不掉的 很难 没办法啦 都要继续飞掉他们 是 那我们这一节就 就讲到这为止了 是吧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分享 没有啦 就是看见他有什么 就是看见我是拎下拎下头 没什么的 很无聊 我真的觉得这个人 他无聊有饭吃啊 他政治为之业 喂 不要忘记他买那层楼 我相信他不是全数的了 他老头老的没有油就可以了 这些没所谓的 人家人都好 如果银行追他钱的嘛 是不是 银行追债 难保他一炮过就买了 是不是 没那么聪明啊 老爸老母聪明就行了 不是老爸老母聪明啊 是众志聪明就行了 他们分了钱 众志聪明 都有可能 众志聪明啊 那也是 都是那句啦 他已经断了揽 国际线给罗冠聪 天天罗冠聪一条帖子走出来 我看着 油油 每天都去接受访问 你王之锋有什么 你王之锋 他只是在那里贴 学人贴 每天都贴 现在就是贴了盐田 盐田公安局 别人公开了资料的样子 有什么好说的 是咯 就是 罗冠聪六个小时前 又接受别人的访问 那你看 Financial Times访问 吹吗 越来越劲 哈哈哈哈 如果真是酸到爆 酸到爆 所以就做这些事咯 否则他贴钱的罗冠聪的程度是十倍 一千元 Patreon最高一千元 我都贴的 其实我都很想收 其实之前有网友给过这个数据的钱 但我当然是没收 要先说清楚 所以有些人 就是这些 哎 真是 不是很适合 就是这样搞 哈哈哈哈 我是说你们不是很适合 有行规都不跟 哈哈哈哈 不跟的啦 哈哈哈哈 其他兄弟说跟我 我没所谓的 我好像有弹性的 哈哈哈哈 之前已经不跟两个行规 搞到我们被人针对了 哈哈哈哈 哈哈 虽千万人 不枉矣 啊 真是 哈哈哈哈 好了 我们这一节 到你为止 好了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